纪念FDR罗斯福逝世77周年专程前往FDR纪念馆献花、扫墓、被挂国旗发表即兴演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纪念FDR罗斯福逝世77周年专程前往FDR纪念馆献花、扫墓、被挂国旗发表即兴演讲 总统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美国人民的心中有着非凡的意义 根据民意调查显示 罗斯福在总统排名中从未跌出过前五 大多时候都是名列前三 可见民众对罗斯福总统的认可 与中国历代帝王类似 能带领国家和人民走向繁荣富强的领袖才是好领袖 罗斯福正是这样一位好领袖 将美国从大萧条的阴霾中解救出来 在二战中 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领袖之一 赢得战争的胜利 奠定战后美国的霸主地位 罗斯福总统的政绩 放眼美国历史都嫌有人能与之匹敌 正是他解出的成就和无与伦比的个人魅力 才造就了史无前例 且未来也不太可能出现的连任四届的神话 与大多数美国总统不同 罗斯福一上任就接受了一个地域级难度的开局 可怕的大萧条 自1929年开始 袭建了整个美国 并迅速向全世界蔓延 当1929年10月24日股市暴跌开始 美国经济立刻陷入了毁灭性的灾难之中 可怕的连锁反应很快发生 疯狂挤兑 银行倒闭 工厂关门 工人失业 贫困肆虐 民间治安混乱 暴动四起 1929年到1932年 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040亿美元降到410亿美元 降幅达到60% 国民收入下降50% 工业下降46% 失业人数达1700万人 在业职工的工资也下降35%到40% 农业收入下降60% 100多万农户破产 5500多家银行倒闭 这1932年6月 32个州的银行全部倒闭 出现了大规模的挤兑风潮 28%的城市人口和1000多万农民没有收入 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 还有千百万人像牲畜一样 勉强维持生存 大萧条还造成了其他严重的社会问题 大萧条期间约有200到400万中学生中途辍学 许多人忍受不了生理和心理的痛苦而自尽 社会治安严重恶化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失业 在美国 税人口总数达到了830万 在美国各城市 排队领救济食品的穷人 长达几个街区 英国则有500到700万人失业 不得不排着更长的队伍在牢狱交易市场内等候 在当时看来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处在分光离析中 英 法 德 日等资本主义立场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当时资本主义确实已经到了细细奄演 朝不保夕的垂危状态 对许多人来说 眼下的景象如同世界末日 罗斯福需要拯救的 就是这样一个急速衰退中的美国 如果不能重振经济 保障民生 让社会重回安定 美国甚至会有法西斯化的可能 如果说为值得欣慰的 就是在国家危难时刻 国会代表们和国内的懂断资本家们 将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罗斯福身上 让罗斯福能够放开手脚 大刀扩斧的实行新政 尽快给美国止血 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 罗斯福在上任之后 立刻决定为新政立法 在国会特别会议的短短100签内 就通过了70项法案 其中还包括15项重要法案 而这种大开绿灯的场面 是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罗斯福新政从金融 农业 工业 纠结和保证 四个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 在经历了短暂的歇业整顿后 财政部保留了有较好支付能力的大银行 淘汰了无偿还能力的不健全银行 为保护银行储备和阻止黄金外流 禁止储藏和输出黄金 坚决杜绝私人持有黄金 1933年3月20日 国会通过了节约法 缩减政府开支和退伍军员津贴5亿美元 之后又通过提供证券实行法 证券交易法及银行法 加强了对银行证券市场和货币的改革和管理 美元与黄金脱钩使美元贬值 放弃金等位置 农业调整法和全国工业复兴法 是复兴农业和工业的左膀右臂 新政设定了公平竞争规则 规定各企业生产的规模 价格销售范围 提高了工人的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 从而限制了垄断 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 与此同时 卢斯福为那些接受新规的企业颁发了 人一勋章 把表彰他们为社会提供了就业岗位 尽到了企业的职责 卢斯福认为 不仅是大型企业 中小企业的发展也同样重要 只有他们更好的存活 美国人民的生活才可能真正复苏 1933年5月 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 重立联邦紧急救济署 将各种救济款物 迅速拨往各州 第二年又把单纯救济改为以工代振 给失业者提供从事公共事业的机会 让失业者通过劳动实现自身价值 而这一做法直到现在 依然被许多国家沿用 民间资源保护队计划 是罗斯福解决失业问题的又一大法宝 大计划专门吸纳年龄在18岁到25岁 身强力壮 但失业率偏高的青年人 从事植树护林 道路建筑 开辟森林防火线 和设置森林旺塔等工程建设 首批便招募了25万人 在遍及各州的1500个营地劳动 对那些只能依赖州市政府养和的人们 罗斯福敦促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 成立联邦救济机构 尽一切可能救济平民和失业者 为了完善社会保障 社会保险法 法律规定 凡年满65岁退销的工作劳动者 根据不同的工资水平 每月可得10至85美元的养老金 而保险金的来源一半是由在职工人和雇主 各交付相当工人工资百分之一的保险费 另一半由联邦政府支付 新政的效果是显著的 从1935年开始 美国国内几乎所有行业的经济指标 都开始稳步回升 国内经济指标 由1933的742亿美元增长到了1939年的2049亿美元 失业人数由1700万增加降到800万 新政的实施增强了国民对国家制度的信心 避免了美国走向法西斯政权 罗斯福开创的国家干预经济新模式 对世界各国乃至后世都有着丰富的借鉴意义 用挽狂难于祭祷 扶大傻之江青来形容罗斯福并不过分 领袖的伟大在于 他能在黑暗之中指引人民走向光明 如果说戴三条时期的违政举措 彰显了他的个人才华 那么在战争面前 罗斯福总统则表现出了 与敌人战斗到底的决心和勇气 1941年12月7日 风光秀丽 景色疑人的太平洋美军基地珍珠港 陷入了一片火海 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消息震惊了世界 罗斯福总统在获得这一消息后的第二天 便对外宣布 美国与日本已经处于战争状态 演讲中的罗斯福甚至扶着讲台 衬抖着从轮椅上站了起来 以表达他若不可遏的情绪 其实在1941年9月11日 美国的商船就曾遭到德国潜艇的袭击 他随即发表讲话 你不会等着小伟舍真的咬了你 你才去踩死他 德国人攻击了悬挂着美国旗帜的船只 就是在敲打我们最宝贵的权力 现在罗斯福已经决定全面开启战争机器 正式向法西斯发起反击 外国的加入让反法西斯同盟瞬间正大 也大大加速了战争结束的进程 不到一年时间 美国海军就全面游手转攻 战略态势完全逆转 到了1945年 德国和日本先后宣布投降 二战终于换上了句号 而在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 在战争期间得到了迅速发展 国力急剧上升 尽管战后形成的雅塔体系 存在苏联这样一个能与美国匹敌的对手 但最终成为世界霸主的仍是美国 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 让美国完成了两次飞跃 而由罗斯福总统主导的第二次飞跃 才是真正奠定美国霸主地位的关键所在 罗斯福总统对资本主义的改良 极大改善了底层民众的生活 福利国家的概念深入人心 跨过了孤立主义的阻碍 让美国投入到了对反法西斯战争中力挽狂澜 对美国民来说 他毫无疑问是美国一百年来最伟大的总统 更为幸运的是 罗斯福对于中国未来的崛起 和塑造中国的大国地位 也有着较为积极的态度 中国的强大不只是对日作战的需要 也是日后维持亚洲和平的需要 中国在未来必将取代日本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东方大国 对于战后秩序的管理 美国也需要与一个强大友好的中国共同协作 对中国的友好最直观的表现 就是在1943年 敦促国会废除排华法案 以及在后来的开罗会议 德黑兰会议上多次催促丘吉尔 将香港归还给中国 承认 罗斯福总统的一切对外政策 必然是从本国利益出发 但对中国而言 一个友好且具有合作意愿的美国 同样是我们所需要的 不幸的是 罗斯福的身体状况是 他的对华政策无法得到延续 当他于1945年4月12日逝世时 他已经连任了四届 打破了总统不得连任两届的惯例 而能够连任四届 正是美国民众对他最大的 学习FDR走向生命的顶峰 成就宪章安2758决议 国家和平统一是战场上打出来的 使得美中和G2更加伟大 交流和齿和使人生更美好 美中和合作使世界与时俱进 学习FDR to the Top of Life Achievement Charter and UN2758 resolution the peaceful reunification of the country is fought on the battlefield making US-China and G2 even greater communication and engagement make life better US-China peace cooperation keeps the world up to date 学习FDR走向生命的顶峰 成就宪章与UN2758决议 国家和平统一是战场上打出来的 使得美中和G2更加伟大交流 和齿和使人生更美好 美中和合作使世界与时俱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时俱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时俱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时俱进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时俱进 明镜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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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时俱进